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赛事激战正撼 近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官员高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届亚运赛场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也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 比如第一次身穿国家队战袍 复载亚运会的郑秦文 在夺得女子网球单打冠军以后 他就表示荣誉属于国家 时隔九年再载亚运会的夜市文 他表示在胜国旗的时候 我的眼睛忍不疯 比如体操老将这个林超派 他夺得的是男子单杠的银盘 走上领奖台的时候 他抱着自己的女儿 手指胸前的国旗 小女儿也学着她手指胸前的国旗 我们能够看到在竞技场上 无论顺境立竞 无论领先还是落后 我们的运动员都始终保持着 顽强拼搏的姿态 为国争光呢 对于运动员来说 不仅是一句誓言 更是深刻在骨子里的执着性 而在赛场内外 运动员们之间既有激烈的竞争比拼 也有温情的交流互动 杭州亚运会这次主题歌 同爱同在 里边有一句歌词 我觉得写得很好 就是生命温暖生命 力量激发力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 在杭州几乎每天都在上 比如这个张云飞 持江离花子 这个身体一项 这样一幕感受到无数 1500米吧 中日韩三国的运动员 赛后彼此安慰 一起肩膀搭了肩膀 走向赛场 运动会们 和平 进步 团结 这都是它的主题 这次都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此外高超表示 作为一场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亚运会的观众 在看台上同样传递了 令人敬佩的力量 这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还有杭州的这些观众 他们在赛场上 不遇余力地 为中国 也为全亚洲的运动员 把 加油 中华学经济我觉得这次不光是运动队形表现 运动员跟观众 它是共同在发扬 光达这种精神 无论是在游泳赛场 还是在田径赛场 那个游在最后的外国运动员 跑在最后的外国运动员 我们的观众永远都是给他们抱有热烈掌声 鼓励着他们 从下走 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就将拉开帷幕 走下亚运领奖台的运动员们 将紧接着开启后续备战 在高超看来 奋斗没有止境 脚步永不停歇 这也正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生动的诠释